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酱油的加入下 六人小队正式成立 大家决定明早天亮 立刻出发 多亏了小哥的弟弟 在临走前留下了一份关于金字塔的地图 顺着地图 小队一路颠簸来到了原始森林 在这里 土著们的眼神十分诡异 林中的小鹿被刻意隐藏 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人们 也许这片原始森林中 真的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抱着探索与发现的精神 大家毅然决然走进了小路 来到了金字塔附近 就在所有人还在感叹造物主伟大的时候 被文俊而来的土著团团包围 由于语言不通 无法交流 矛盾很快进一步升级 挺身而出的酱油 莫名其妙地领了便当 雪腥的场面永远足够刻骨铭心 受到惊吓的人们来不及多想 立刻爬上了金字塔 希望能逃过一劫 塔下的土著迟迟不肯退去 似乎要把众人逼上绝路 此时电话就显得那么珍贵 但由于深山老林位置偏僻 即使握着电话也是打不出去 俗话说得好 乌漏偏逢连夜雨 并小哥苦思冥想了许久的弟弟 也被发现死在了塔上 大家一度陷入绝望 也许是上天的恩赐 也许是运气不错 就在所有人萎靡不振的时候 希望再次传来 塔内的深井中传来了手机铃声 为了拿到这部有信号的手机 更为了寻找生的希望 小哥立刻决定下井寻找手机 年久失修的绳子摇摇欲坠 即使这样 小哥也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活命的机会 坚持下井 伴随着一声催响 不幸再次降临 突然转掉的绳子 使小哥重重地摔落井中 身受重伤 为了救出小哥 只能拍出金发 继续伸入井中 不料绳子的长度过短 金发也坠井受伤 眼看同伴 微载旦夕 被绝望冲昏头脑的眼镜 决定下塔 求助土著 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又一个的身受重伤 愤怒的眼镜随手抓起了植物 扔向土中 被植物砸中的小孩 随即被同伴射杀 此时眼镜终于明白大家被困塔中 一定与这种植物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了新线索的眼镜 再次逃回塔中 帮助同伴 当务之急 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拯救井中的小哥 与金发 飞了九牛二虎之力 良人总算是成功上岸 续了一命 漫长的夜晚 总是充满煎熬 醒来后的人们 发现大事不妙 植物竟然会顺着伤口 钻入体内 受伤的金发与小哥 不明不白 又成为了宿主 看着同伴的伤势 一天天地加重 心急如焚的眼镜 决定与金发一同 再次下井寻找手机 打着火把听着声 两人一路走到了 井中深处 原来所谓的手机 根本不存在 大家听到的铃声 都是由植物的花朵 模仿出来的 植物通过独特的声音 吸引猎物 然后再将它们杀死 寄生其中 繁衍后代 辅助之所以 要将众人赶尽杀绝 也正是怕他们 将这种可怕的植物 带出森林 灭绝人类 明白了 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眼镜与金发拼尽全力 总算是逃出了井口 环境的恶劣 营养的不良 小哥的腿部严重感染 濒临死亡 多于无奈的医生 只得给小哥 进行截肢手术 工具简陋 手法粗暴 经历了截肢的小哥 总算是保住一命 但好景不长 由于小哥的体质过度虚弱 从而被植物趁虚而入 剁走了年轻的生命 金发目睹了小哥的死亡 是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因为他的体内同样有植物寄生 由于寄生的数量十分庞大 小小的手术难以取出 金发决定亲自动手 取出体内的植物 看着自己的女友疯狂自残 教师决定出手相救 却没想到金发早已失去了理智 一击杀死了男友 因为误杀了男友 金发陷入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痛不一声 在金发的请求下 医生决定送他上路 原本浩浩荡荡的探险队伍 到现在仅剩下了眼镜 医生二人 为了让女友能够活下去 医生想出了一个妙子 他将装死的眼镜 抬到塔下 自己则负责吸引土著的注意 他用自己的生命 为眼镜赢得了逃跑的时间 乘坐着吉普车 逃回森林中的眼镜 可曾想过 这种危险的植物 正在他的体内生根发芽 去世代发 其实在我们的地球上 大约生活着500多种持肉植物 如猪龙草 捕蝇草 瓶子草等等 但幸亏它们的胃很小 只能吃得下昆虫之类的小动物 听说美的人都点了关注呢 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个电影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